原标题2017年10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双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据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日在莫斯科和布扩散会议上称 解决办法危机需要积极外交努力 当前主要目标是防止爆发军事冲突 否则将不可避免引发大规模灾难 解决朝鲜问题除了对话别无他途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俄中让国倡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 事实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办法和问题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与期待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涉潮决议的要求 这最符合有关各方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也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我想再次强调 在半岛问题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制造更大的麻烦 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不应成为选项 中俄两国在半岛和问题上立场一致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调 中俄一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 以及分布走设想为基础 提出的共同倡议是充分考虑并努力平衡 和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 首先中方一贯全面准确 产生不利后果 也无意对经济活动与合作 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 等决议 为禁止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我提请各方注意上述事实 问日本众议院选举初步计票 结果显示自民党和公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说明日本修宪势力超过三分之二 可以在国会上提交修建议案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 我们注意到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 中方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和四点原则共识 采取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 同时我们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问据了解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发了 进化五组织联合国叙利亚化五联合调查机制技术 信言其决议草案 中方对此持何立场 答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 在任何情况下出于任何目的使用化学武器 这是中方在化五问题上的一贯明确立场 我们支持进化五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 根据安理会决议授权 就化五事件展开全面公正客观调查 并基于确准证据得出经的起历史和事实检验的结论 安理会正在磋商美方散发的调查机制延期决议草案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从维护安理会团结出发 耐心协商 争取达成一致 为妥善解决叙利亚化五问题 创造良好条件 也为下阶段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营造积极氛围 问中国军方是否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继续扩大在南海军力部署 中国政府是否认为继续在南海扩大军力部署 不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答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我们始终致力于同时皆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想重申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正常的设施建设 这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常权利 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我不了解 如果你非常感兴趣 可以向国防部询问